我的老婆是表女,还送我一顶新帽子 我从小就是个爸爸不疼,妈妈不爱的孩子 因为我在家中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 小的时候我的哥哥做什么都比我强 所以我的爸妈非常疼爱他 每次家里面做什么好吃的都首先给我哥哥吃 一点都不估计我的感受 所以小的时候我对我的父母就没有亲情可言 所以我从小性格就变得性格非常内向,不爱与人说话 在我三六年级的那年,父亲因为车祸离开了我们 当我第一次得知父亲离世后,我竟然没有一点点的心痛感觉 因为他给我的感觉始终如同陌生人一样 父亲去世后的几天,我就要求和我爹爹奶奶居住 我妈妈也同意了,所以我长这么大就和我爹爹奶奶亲 时间一转眼过了十年,我的哥哥还一直在上大学 然而我都已经离过一次婚了 我跟我前妻认识的时候还非常小 才十八岁,我们两个一直从十八岁谈到了二十三岁的恋爱 所以我们的感情非常深厚 就连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都天真的以为肯定会过一辈子 可我们在一起不到两年就离婚了 连孩子都没来得及要 和我前妻离婚是因为我们结婚后不久 她的性格就变得非常暴躁 经常动不动就和我吵架 有事没事就打我一下 而我的脾气又比较内向,不敢还手 所以她每次不开心都会拿我出气 这就让我非常的气愤 没想到跟我谈对象时那么柔弱的女孩子 竟然结婚后变得这么强势 每天我和她在一起,我都活得非常累 我们离婚的导火索就是因为我下班回来晚了 所以她就动手打了我 可这一次我还手了 并且跟她说离婚吧 她也没说什么就同意了 离婚后大概一年的时间 我认识了现在的老婆 她也是离异女人 和丈夫离婚是因为实在受不了她丈夫 嗜毒如蜜才离婚的 我也非常能理解这个女人 因为我和她的情况差不多 因为我能够感受到那种绝望 我和她在一起基本也没怎么谈过恋爱 就确定了关系 三个月左右时间我就领了证 但没有办婚礼 因为我已经结过一次婚了 结婚后 她的孩子一直是她父母在带 所以我们两个人一直过得杀人世界 可万万没有想到上个月月初的时候 我发现了她的秘密 那天她下班回家洗了个澡 她刚进卫生间的时候 她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短信上面写着 明天早上公司放假 你再陪我坐一次 我看到这些感到浑身发凉 我集中身子 用我老婆的语气反问了她 没想到确实出轨了 后来我把这聊天记录给了我老婆看 我老婆一直求我说 自己就和那个男人住过一次 让我原谅她 我现在一个人在大马路上走着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这个人在大马路上走着 然后我再走起来 我现在看你了 我老婆的诶尔了 我还是要死我了 我老婆的诶尔了